中国 汽车产销量连续五年蝉联世界第一 产业发展举世瞩目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汽车社会里 福气新农马应时而生 以千年土楼的和谐发展汇聚文化为根基 承载梦想 茁壮成长 福气新农马隶属于福气集团 自1990年起福气集团涉足汽车领域 是国家轿车 轻型客车 大型客车 轻型汽车 重型卡车的定点生产企业 形成了福州 夏章 龙三三大茶叶集群 福气新农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承载着福气集团发展自主品牌 布局小行车领域的战略 和发展壮大福建汽车工业的梦想 打造了福建省第一个生产品种最齐全 且具有完全自主品牌的整车生产企业 福气新农马拥有年产30万辆整车项目 年产30万台发动机项目 福气新农马汽车研发中心 三大核心项目 年产30万辆整车项目 占地3000目 总投资20亿元 拥有国内一流水平的冲压 焊装 涂装 总装 四大工艺车间及相关配套工程的 现代化工厂 年产30万台发动机项目 占地300目 总投资15亿元 规划生产排量1.0升和1.25升级型 兼顾未来开发1.0升涡轮增压级型 福气新农马研发中心 占地160亩 总投资5亿元 具备每年新开发一款全新车型 以及每年市制50辆样车的能力 为福建省及周边区域汽车产业的发展 提供良好的研究试验平台 以托奔驰的设计理念 三菱的管理理念 福气新农马经过自主研发设计 以轿车生产工艺和德系品质管控 成功推出了旗下首个自主汽车品牌 福气启腾和首款新车启腾M70 福气启腾还相继推出 箱式运输车 救护车 牛正车 警用车等系列专用车型 并自主研发出了纯电动 CNG等多种车型 完善的车型种类 使启腾M70成为一款能够适应各类市场需求的成熟产品 起创未来 腾飞助梦 福气新农马 以和谐发展的土楼文化为根 创新竞争的发展理念为用 朝着福气集团 打造鼎立海溪的自主品牌汽车产业领先者的目标 奋用前行